南投竹山路谷在通往西头路段好几辆车被落实给砸中 目击者说在发生走山的那一瞬间发出了很大的哄哄声 而根据我们中间新闻独家取得了监视器画面 也记录恐怖的走山一瞬间 地震山崩有多可怕自己走一趟就知道 半路突然很像一种哄哄的声音整个水平全部下来了 一直哄哄哄一直下来之后我们要躲也躲不了了 这个躲不掉的经历就被录在这监视器画面里头 而这位心有余悸的先生也在监视器的画面里 当时镜头突然一阵摇晃 请注意画面上方红圈的部分扬起了很多灰尘 而这些灰尘都是从山上直接下来的 路过的两台车先后逃过这起灾难 第一台墨绿色的车子挡风玻璃被整个砸毁 车主响起来都头皮发麻 那个数不清只听到很多颗打到我车的前面这样 前方就打了很多的玻璃这样躲不了 那前面还有两三台 可是他们已经开走了 因为我车刚好不能发了 还有些不能发车的人怎么办呢 当然就是下了车拔腿就跑 山上掉落的大石块砸中路上的车辆 阎王爷的生死步似乎就在一瞬间 死神的脚就踩在这辆车的挡风玻璃上 还留下了狼狈的脚印 过来的时候整条路都堆满了泥土 连摩托车都没办法过 在台十四甲线上 在我背后的这个位置就在仁慈关 也就是观音瀑布的这个位置 目前是传出了有走山的情况 因此在台十四甲线上 目前还有部分的落实 还在持续的清理当中 不可以看到呢 在另一头这个镜头上 可以看到的很多 从清静下山的这个旅客呢 都被迫停在台十四甲线上 那么这是因为前方落实的情况 这个车阵呢 往上已经蔓延了 至少有三公里以上 往下也是同样的长度 整个路段抢通 大约花了半小时 台十四甲线的这个路段 同时也发生了大塞车 卡在路上的民众 心瓜头 也是瓶瓶颤 中天新闻张俊栋 SNG小组在南投的采访报导